你听过《北京一夜》吗 当然 One night in 北京 我留下许多情 就这首歌 把一条胡同给带火了 哦 是百花山处吗 太对了 咱们进去瞧瞧吧 嗯 这里为什么有个 这么文艺的名字呢 据燕金古金索文录当中的说法 在明朝万历年间 有一位庄氏夫妇 在这个地方买了二三十亩的地 用来种青菜 后来他们种菜方的牌 在这个地方建了一片园林 并且用建了一大片的花园啊 有牡丹 有勺药 有莲藕 有其他各种各样 非常漂亮的花卉 很多士大夫来游赏 当时的老百姓 也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叫百花山处 顾承曾经写过 百花山处好世人皆不小 这个地方在清朝的时候啊 个例过花菊 叫做花菊胡同 到了晚清之后呢 它又重新叫做百花山处胡同 后来干脆就叫做百花山处 其实这个地方呢 还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祥地之一呢 咱们片所在位置是百花山处十六号 它所有的录音大棚呢 是属于北京音像器材厂 而北京音像器材厂 与上海的中国唱片厂 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 曾经被称为中国三大卡带生产基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卡带曾经风靡一时 那个时候有大批的著名歌手 在这个地方灌录过歌曲 像李谷一 像崔剑 像刘欢 等等等等 你听过一首歌叫 《让世界充满爱情》 当然听过 这首歌啊 是在1986年的时候 由著名音乐人郭峰所创作的 当时有112个歌手 在百花山处十六号进行灌录 百花山处还留存着一个 与白秋恩大夫有关的红色故事呢 白秋恩大夫当年啊 需要一批医疗物资 那么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叫 黄浩人的身上 这个黄浩呢 是我们的地下工作 他就住在百花山处 后来他冒着风险 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把大量的医疗物资交给了白秋恩大夫 现在能看到这些灰色的砖瓦 实际上见证了这一段红色的历史 这就是我来讲的 这个质量就是